其實就解說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次聚會 因為今早早 我見到很多記者 都有問我 很相似的問題 就是說 你今早 我用回記者的字眼 今早好像你 扣留了學生 或者扣查了學生 其實我上午也有解釋過 其實是 和學生有聊天的 至於情況如何 我就找到其中一個學生 出來和大家 作出一些解說 一些聲明 但是得到 這位學生的家長 的同意 他就回應 今早記者問 學校和他談些什麼 內容、過程 但是其他的問題 家長們 他的服務一 都說是不會答的 我們一定是 跟回家長的議員去行的了 所以 就由學生、良同學 趕了之後 就會完結了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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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校長給我們幾個機會 去問清楚 究竟哪個情況 並不是 同學生的方便 就是你 安革單方面 但是你 沒有問題 一個問題 如果問個問題 大家都想問 你解答不到 就解答 他家長不同意 我們是不可以的 想問同學 其實都知道 你今早 都打算拍一些傳單 是 之後 聽你說 校長 就要來 聊聊天 是 想問一下 其實 聊了幾段 當中會面的內容 是些什麼 為何 見完之後 後來 是否 不會再拍這單章 是怎樣 其實 首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 元朗上演中學 本土關注組的成員 剛才 會面 會了幾個小時 大概三、四個小時左右 他商討的 就是 未來的方向 關注未來的方向 以及 因為 學校想關心我們的成長 以及 他 是想表達 關注 即是 我 表達對關注組的關注 所以才會 跟我們會面 其實 會面的氣氛 是十分之良好 是的 那你們在會面的內容 其實是關於 未來的方向 是不容易 而當中 其實你 很新打算派單章 是否都因為這個會面 所以就取消 再派 還是怎樣 不是 其實就不是說取消 派單章 其實我們想 是商討了未來 究竟 用甚麼方法去 來 解 即是 宣揚 這個 本土理念 就是 未來有沒有說 得出的結論 是為何打算 怎樣宣揚 未來得出的結論 就會 會 不派 不是不派 即是會嘗試用其他的方式 例如 五憂廣播 還有 放學 對 跟同學聊天 那些 那些 等同學 想問一下 學校有沒有向你施壓 沒有 學校絕對沒有施壓 學校整個會面的氣氛是良好的 那你剛才講的學校有沒有教你講的 沒有 絕對沒有教 自己有沒有受壓力 沒有 自己沒有受過壓力 那想問一下 其實那部分的單章 你現在打算是怎樣處理的 是否不派 還是過幾天再派 還是怎樣 會派 會派 但是不會是過幾天 會派 但是 怎樣派 例如 五憂 那些同學會下來買飲 就會放些攤位來 和同學討論 就是學校是允許的 批准的 是 批准的 是 校內 是 校內 是 校內 想問一下 學校為何在學校門口之內 就不派 其實他們是擔心我們的安全 就是因為怕派一些單章 被別人見到 而令我們受到身體上 或者心靈上的損失 例如言語辱罵 甚至乎是追打我 是這樣的 想問一下 其實 你派那份單章 你自己確定 跟蹤的字眼上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違反 學校的守則 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譚教授也說過 其實家長 不是同意他所有東西都可以 但我想他剛才說 是關於剛才的會面 即是學校和同學會面 所以 剛才呢 剛才的會面 你有甚麼特別的感受 有沒有覺得很不安 沒有 絕對沒有 那你有甚麼感受 我覺得 我自己都想找校方表達 關於我們的內容 例如成員那些 還有之後會做些甚麼方面等等 那是否即是說 其實你說你不緊學校 即是未來的方向 都是可以在學校派單章 那是否即是說 即是校方那邊 對於你去派那些 或者甚至是港獨的一些單章 他們都是允許 以及學校 你容許討論的 即是在會面裏面 講的內容 學校是不會容許任何政治轉張進入校園 那但是 即是會 怎樣 會找 即是會被同學知道究竟整件事發生 究竟現在香港發生甚麼事 例如政治多元化等等方面 那些 我見到家長在這裏 真的要接他 我估計應該差不多到這裏 好嗎 你問我先問我 你問我先問我 你問我們 你問我們 真的有 你問我們 是想我們問清楚整件事 我們想問回同學 你說不希望這些政治轉張 校方就不希望濕入到校園 是的 但是你派那些單張 其實都 其實都是宣揚的一種緊張 其實不是的 不是的 討論 因為主要都是討論方面 是的 討論方面 即是 都算是一種緊張 是嗎 我想 校長要求的 已經是我們訓導的了 不好意思 校長可不可以坐在中間 補一張照片 先補一張照片 補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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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補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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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講過描述 你都聽到是有些矛盾 其實 我今早講過了 學校是一個安全 免受任何政治爭拗 影響的情況下 是讓學生學習和成長的 所以任何政治的主張 都不可以在學校裏做宣傳的 OK 所以剛才講到同學說 是可以 可以 他之後又說不是 可以在學校去派 這些宣傳單張 本土的宣傳單張 是不可以的 學校是不會容許的 之後他剛才有審訊過 是討論的 跟老師去討論議題 是可以的 老師有這樣的專業去做 即是敗官化 那些完全是不可以的 是 但去到做宣傳就不可以了 即是本音太 單張也不可以的 是 沒錯 就是澄清這一點 我相信校長你都看過那些單張 你覺得那些單張 其實有沒有一些問題存在 令到你們老師 都是重新翻過 一句 就是任何的政治主張 OK 特別是現在政治爭拗的 或者政治鬥爭的時候 其實任何政治主張 都不可以入到我們校園 但是學校其實對於港督的議題 應該怎樣處理呢 他們作為副校長 其實都不是很清楚 究竟應該怎樣做 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如果港督的議題 和學校應該怎樣處理 這個不會應的 為什麼不會應呢 這次做理說有共識 那請問學校共識是怎樣的 是的 這個不會應的 為什麼不會應呢 其實校長你都提到 如果那個共識是不可以討論 就不可以 其實那個共識已經在聲明裡面說了 其實校長你現在是不可以派錯單 這是不可以做這一類的傳承 但是如果你說同學之間 討論 討論 又說這件事情 是說不可以的 同學之間討論 討論 我們當然不會控制 同學說什麼 但是 譬如說同學 一同老師 討論 這個話題 那老師絕對有這樣的專業 他同同學是解說的 那想問一下 現在同學生的500份的傳單 我未見過 是怎樣處理 我未見過 但怎樣處理 我未在校園見過 所以怎樣叫沒收 但是不是不容許他們在校園 是剛才說了 那你們有沒有說 如果他們再去 可能帶回來 我們這個是一個商討 我不相信學生會和學校有很大的衝突面 我們學生都很理解我們的看法 他們都很明白 剛才都聽到 你問過這個問題 剛才同學都說了 是 校外派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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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想過這個問題 校外公眾地方派 校外公眾地方派 校方要沒有指引 應該怎樣處理 還未想過這個問題 還有公眾地方 要限制學生做一些合作 我猜你們比較熟 未想過這個問題 但剛才 其实共会议中 也讨论了几个小时 相信其实有一些内容 或者共识是达到出来的 校长可以讲清楚 当中的会议的共识是什么 我相信学生刚才讲得很清楚 校长你再讲多次 声明就是今早就讲了 OK 多谢各位 感谢观看